其實這條裙子我很喜歡的,我覺得穿得蠻好看的 看起來很年輕,也很溫度,很開心的感覺,很年輕 胸口的設計很特別,挺軟練,挺有心思 這條裙子看起來更年輕,很輕盈的感覺,所以非常好 好,整條裙子都好看的,穿這雙鞋,你問我是不是很差呢? 其實穿對白色和藍色的Sneaker其實不差,配襯這條裙子是OK的 但如果我是她的話,平日出街,或者做自己私人的事,我覺得這樣OK 但如果她出了一個算香港小姐,一年一度這麼隆重的Event 她應該穿一雙黑色的高山鞋去穿這條裙子 我覺得會更加好,甚至在一些顏色可以配襯到她的胸口 Embordery pattern,會更有類似粉紅色 甚至是一些我們叫Pascal色,就是一些淺色一點的顏色 或者粉紅,白,粉藍,可能會更加好 她又是很勇敢,很勇敢 為什麼呢?其實這個黃色,這個淡黃色,或者這個Lemon Yellow,或者叫做Ao Yellow 其實很欺負東方人不穿的,一般東方人未必夠不穿 為什麼呢?這個黃色穿得好就好,或者穿得不好的話呢 她會把我們東方人的黃色皮膚帶出來 但她反而就沒有,因為大家看到她本身是一個白淚透紅的膚色的女生 所以這個黃色來說,不單止沒有令她變成了所謂的黃臉婆 但反而就把她的白淚透紅帶出來,帶得更加好看 所以非常之鎮定 而這個套裝來說,也顯得她本身的褲很高 她的頭部是short top 所以顯得她更加高 亦都很優雅,很優雅,很鎮定的感覺 穿上白色的鞋,或者白色的shoes,我覺得非常之好看 因為本身的尖條是白色的 整個look來講,很優雅,很高貴 而且很青春,也都很開心,很輕盈的感覺 看上去令她很斯文,也都很溫柔的感覺 顏色來說,紅色很sharp,很搭配她 所以令整個look來講,也都很sharp,很特別 我覺得非常之好,非常搭配得好 唯一她穿錯的就是這雙鞋 我知道這雙鞋是很名貴,也都很漂亮的一雙 設定了一個有牌子的高跟鞋 但這雙鞋搭配粉紅色是off style的 如果我愛她,反而我搭配白色,或者搭配紅色 甚至搭配黑色的高跟鞋,都非常之好看 她穿得OK的,但她的上身來說 是有少許太過鬆身的感覺 一點都不夠貼身,所以被人腫了 有少許膨脹,有少許膨脹 再加上下身來說,她的side skirt,side cape 這個design來講,我就不買了 一點都不覺得好看 為什麼呢?反而覺得她的裙子爛了 這種design來講,其實不太有興趣 不可以讓人覺得好看的一個design 或者是一個好的design 再加上,她的腰帶又磅得不夠緊 所以整個裙子來講,變相不夠貼身 也不夠nice 因為cocktail jersey應該比較貼身 會比較好看一點 那這雙蟹來講,是穿得對的 因為本身這雙蟹襯的裙子 是好看的 但可惜這裙子本身差 一看到她的裙子來講 其實我就馬上不太喜歡 因為大家都看到了 那她其實全身來講 都沒有off white 或者是白色的裙子 我不明白為什麼她會穿 off white的球鞋 而且她再加上 她整身的outfit來講 都不是那麼sporty的look 所以她這雙蟹來講 是完全off 她整個的outfit 給人的感覺好像很趕時間 隨便拿雙蟹 就穿上去出席這個event 那就是第一 第二樣東西大家可以看到 她黑色的東西是OK的 但她短奏術衫來講 看上去好像是模仿這個豹蟹 當然豹蟹現在是興奮的 但是她這個豹蟹來講 做得很假 有一種可能很怪 甚至很便宜的感覺